明珍珍是明学昌的孙女,出生于1996年7月1日,今年28岁,去年被抓的时候才27,年纪虽然不大,她却是缅北电诈集团的重要头目,根据通缉令显示,她的户籍地是云南,而她的证件号码却是另一个地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好,欢迎订阅庙文史。 证件号码是第一次上户口时,根据户籍地确定的普及一个小常识,证件的前六位数分别代表上是区的代码,这个号码是终身不变的,明珍珍小时候上户口,第一次是上在某地,后面又将户籍转移到边境某地。 明珍珍的爷爷和父亲都是缅甸人,她却弄了个龙脊,白家二少爷白银仓也有一个龙脊,这些二代三代们都这么热爱龙脊,却干着伤害龙哥的事,明珍珍是2023年11月16日被抓的,这都进去七个多月了,她在里面都交代了哪些罪行。 一,共任卧虎山庄,从事电炸活动,缅北卧虎山庄是明学昌家族控制的一个电炸园区,明珍珍是明学昌家族重要成员,也是卧虎山庄的总经理,园区内有四栋楼,每栋楼里都在进行电炸活动,共有数千人,卧虎山庄是明家的主要产业之一,也是果敢规模最大和最早的电炸园区之一,她爷爷明学昌在被抓的当天畏罪自杀,明珍珍作为卧虎山庄的负责人,具体事务, 都由她一手操办,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她交代了卧虎山庄从事电炸活动的违法事实,二,承认了1020事件,1020事件,指的是2023年10月20日发生的一件大事,不知道的可去网上搜,具体细节就不说了,这件事情明珍珍就是主谋,她不下令,谁也不敢这么做,毕竟四名同志在危急时刻已经亮明了身份,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加速了缅北电炸集团的灭亡, 在七天后,果敢同盟军就发动了1027行动,以铲除电炸为口号,指导老街,三,承认组建私人武装,缅北这个地方真的很奇葩,只要你有钱有资源,你就能组建一支队伍,比如当年的若开军通米能,也是在缅北成立的若开军,成立时才27个人,再比如苏芳东,在缅北也组建了一支队伍,后来他被赶走,队伍就散了,像明学昌这样的家族, 在缅北号称第五大家族,是四大家族之后成长起来的又一家族,他们做着各种黑产和灰产,必然会成立一支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保护产业,四,诚信滥用私行,缅北的酷刑,想必都听说过了,什么毒打,电击,水牢,那还是轻的,更为严重的,有嘎腰子,麦,零,剑, 我们通过电视节目,看到一些有幸回来的电诈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身体几乎没有完整的,在电诈园区,玩不成业绩,等待他们的,将是严酷的惩罚,和无情的折磨,明真真进去七个多月了,为何还没有审判,别急,应该也快了,他会怎么判呢,有人建议,应该将他在别人身上用过的酷刑,让他也体验一遍,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对于明真真,重的话可以判个死刑,轻的话就在里面中, 提起缅北四大家族的覆灭,无不派手称快,然而之所以能够覆灭如此之快,其原因还是四大家族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明真真,以一己之力,扭转整个缅北战区的局势,说起来彭德仁还得谢谢他,那就是令人愤怒的1020卧虎山庄惨案,该地区是明家电诈园区产业,这里面关押了数百名被骗来的电诈分子, 10月20日晚,明家准备将卧虎山庄的电诈人员进行转移,而此次负责的就是明真真,只是让他不知道的是,园区内还潜伏了四名卧底兔子,当天晚上,不知是何原因,园区内的电诈分子在转移的过程中突然集团逃跑,明真真为了稳住场面,竟下令开枪射杀,多名人员伤亡,四名卧底兔子 主动量明身份,明真真却胆大妄为,直接下令灭口,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被同盟军的卧底知晓,随后彭德人实名举报,真相才得以公之于众,明家本来是一个小家族,但却在电诈弘历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明学昌虽然名义上退位,可手中依然握着权力,一边利用权力疯狂敛财,一边又做着慈善打造虚伪人设, 大儿子明国安算得上是关键一环,掌握着果敢第21警察营的力量,不仅为自己的园区保驾护航,别人想来果敢开园区,必须要先到明家大院报道,二儿子明国平是石园子民地队长,也拥有着一支武装力量,这也是明家能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明学昌三女儿明橘蓝,女婿碧会军,以及孙女明真真都参与电诈园区的管理与扩张,明真真算得上是电诈三代中的佼佼者, 心狠手辣,半事果决,却也在欲望中迷失了自我,最终创下弥天大祸,随着以明学昌家族为首的电诈集团犯罪分子的落网,长期盘踞在缅北从事网络诈骗及网络赌博等犯罪集团的四大家族的神秘面纱被揭开,魏荣是缅北四大家族成员,是亨利集团董事长,是魏清涛,被抓后以移交中国警方的姐姐,其父魏超人,叔叔魏怀人,丈夫林清朝,是亨利集团的核心人物, 亨利集团成立于1989年,主要经营娱乐旅游,地产开发,黄金珠宝等,这些都是表面产业,最主要的灰产是网络诈骗,网络赌博,人体器官买卖等灰色产业,在国赶老街的新锦江赌场就是亨利集团旗下的产业。 甚至遍布柬埔寨泰国,都有亨利集团出资建立和控制的诈骗工业园,更恐怖的是,亨利集团的掌门人,不是叼着雪茄,布满纹身刀疤脸的男人,而是貌美如花,穿着时尚,光鲜亮丽,却又蛇血心肠,心狠手辣的女人,魏荣, 网船被卖到诈骗园区的猪仔,在失去最后一点点利用价值后,就会被转手卖到医疗船上进行打腰子,把所有能用的人体器官割下来,再把尸体扔到大海里喂鱼,这些令人扎舌的犯罪行为都和亨利集团脱不了干系。 2021年,魏荣拍摄一条祝福中国新春快乐的视频,让他一时收获了大批粉丝,成为了红极一时的网红,除了华裔的身份,他的丈夫林清朝出生在福建,据说是福建商会的会长,在缅甸地位也很高,还是缅甸灵州集团的董事长,并经常向国内进行捐款捐物。 表面看起来,魏荣夫妇还是个爱国的外籍华人,实则是心狠手辣的诈骗头目,2021年,年事已高的魏超人把亨利集团交于魏荣接管,魏荣从小耳濡目染家族产业,遗传了父亲魏超人心狠手辣的秉性。 对于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非法禁锢,涉及到的黄赌督等管理起来得心应手,在缅北提起来魏荣,很多人都瑟瑟发抖, 亨利集团打着高薪招聘的幌子,引诱一些贪图高薪的中国人到缅甸工作,实则是从事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女孩子则从事娱乐活动,经常被训练成服饰男人的工具。 亨利集团不光涉及很多灰色产业,与当地政府、军方高层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网,而且与国际黑帮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落入魔窟想要逃走,真的是异想天开,随着明学昌的自杀。 明国平,明珍珍,明居兰被缅甸缉拿归案,现已移交中方,相信魏荣的末日也快到了,据知情人士透露,明珍珍别看年纪只有27岁,但却和他的爷爷非常相像,做事心狠手辣,还懂得伪装自己。 更重要的是,明珍珍在家族地位不次于父亲明国安,可见,这个明珍珍在明家也是一个狠角色,但犯罪分子的终点肯定是被绳之以法,明珍珍在和父亲明国安,爷爷明学昌逃亡的过程中,还是被缅甸军方捉拿归案了,爷爷明学昌选择了自杀,明珍珍也是被移交给了我国警方。 电渣害人不浅,这些年有多少家庭因为电渣支离破碎,在明珍珍被捕后,有网友也是认为他应该受到应有的刑罚,毕竟他可是1020惨案的最大柜子手,还有网友说,缅北,甚至整个缅甸的很多家族都恨死这个明珍珍了,就因为他的凶残,最后导致果敢同盟军以清缴电渣为借口发动武装攻击,损失太大,还有网友截图,截到他曾经在一次中秋晚会上唱的, 后来,没想到后来自己被抓,爷爷自杀,父亲和姑姑也被抓,这个后来虽然来得有点迟,但总算是来了,不得不说,明珍珍这个27岁的年纪,确实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纪,但他却没有办法继续享受人生了,酿成了如此大的错误,接下来迎接他的必定是法律的严惩,希望他来是做个好人吧,别再祸害自己人了。大家怎么认为这件事呢?